第七十八集 我当时看到那滴红色的东西和血一样的红烟 绝不是油漆或者水 在黄泥的地上已经滴了一滩了 再一看棺材的缝隙里也往外渗 还隐隐约约地闻见整个的棺材散发出一股血腥味 这时有人嚷道 是血 棺材流血了 这一声嚷大伙儿彻底炸了锅 议论纷纷起来 谁也不知道这棺材为什么往外滴血 我旁边是二治先生 回想二治先生见多识广 一定知道棺材里为什么流血 于是连忙问二治先生 棺材为什么会滴血 二治先生指示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血 书上指示说 棺材流血是大凶之兆 大凶之兆啊 然后我再问 二治先生也只是摇头 根本说不出个子丑眼某来 这时棺材上渗得血越来越多 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 我脑子里拼命地想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师父给我说过的话 师父当年对我说过 这座棺材等等不一 人有穷 富 贵 贱 木头 有男 痰 紫 铜 成敛 死者 都是尽家之力 所以好坏木头不能挑剔 人家只要有木头 你就得认认真真地做守官 但你要记住 有一种木头 千万不能做棺材 那种是长在坟头上的树木 坟头上的树木 靠吸收坟营里的死人之躯长成 所以时间一长 死人的惊魄啊 就会净入大树 这样一来 大树就成了阴木 乃是凶木 特别是老坟营上的树木 最不能做棺材 这时的大树如果做了棺木 一旦死者成敛 就会和大树里的精魄连在一起 最容易引起失变了 这样的失变 比借狗猫之气引起的失变 更加的厉害 你千万记住 到时候唯独黑驴蹄子能制住失变 我想到这里心里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赶紧的找表弟 此时的表弟正拉着自己的儿子在棺材前哭 表弟一边哭一边说 孩儿的娘 我知道你命哭 舍不得孩子 不想这么走 可这天命难为 你就安心走吧 我会照顾好矛头的 我走过去 一把抓住表弟的衣领子 用严厉的声调说道 表弟 你先别哭 先给我起来 你起来 我有话问你 你要对我说实话 表弟看我发火的样子直接就懵了 在那里结结巴巴的说 大 大表哥 你什么事 我说 你实话告诉我 那座棺材的秋木是哪里来的 表弟看着说 那 那木头 是我买的 我说 表弟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胡说 你实话告诉我 木头到底是怎么来的 再不说 到时候 一切可都晚了 到时候会有大报应的 表弟看我着急的样子小声地说 大 大表哥 我说了实话 你不会骂我吧 我说 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的 说实话 表弟说 这 这木头 是我 是我从一个叫 万人坑的 老坟营上杀来的 那里的秋木没有主 古代因为战争和瘟疫 死的人很多 有时候 有时候那些尸体埋在一起 就叫万人坑 那样的地方怨气最为厉害 我一听 当时气得给表弟散巴着 然后说 果然如此啊 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会梦见弟妹的鬼魂 弟妹是想告诉我 这棺材不能用 表弟捂着脸对我说 表哥 为什么不能用 我又不是偷坟绝木了 每个玩意坑 好多年了 根本 是没有煮的荒坟 我说 这个比偷坟绝木更厉害 你用这样的荫木做棺材 棺材里的尸体最容易炸湿 尸体一旦炸湿 可就不是我们能对付的了 表弟问我怎么办 我没有说话 几步走到棺材前 就准备开棺 这时上了年纪的人 赶紧地阻止我 说盖上的棺材不能开 我大声地说 这棺材必须得开 辞者所用的棺材 乃是荫木棺材 你们看看 现在棺材上还在地心 如果我们现在不开棺 一旦棺材里的尸体 引起尸变 到时候 倒霉的是你们整个庄 现在不能再犹豫了 这个棺材绝对不能用 说完我就走到棺材前 两手扶着棺材盖 使劲地一掀棺材 由于棺材钉还没有钉死 我用全身的劲 一下子把棺材材掀开 等掀开之后 看见棺材里的弟妹 躺在那里 还是乳棺石的样子 脸色也没有变化 看到这里 我放心了 看来还没有引起尸变 这是二指先生过来 我对二指先生说 这个尸体得抬出来 先放到临床上 再想办法下葬 二指先生看了看棺材底 渗出的血 点了点头 就让人把棺材里的尸体 抬出来 先放到临床上 可是表弟死活不同意 说自己的媳妇就这一个愿望 不能让媳妇什么都没有 就那眼埋了 表弟挡在棺材前 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都红了 好像谁要抬出他媳妇的尸体 就和谁拼命一样 事情一下子僵在那里 我看到这里 一咬牙 对我表弟说 你就坐吧 早晚得坐死 这件事 我不管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我转身就走 还没有走几步 就听见有人喊 尸体动了 尸体动了 我一听 这肯定是乍事了 于是赶紧的过去看 到了棺材旁 朝棺材里一看 死舌的尸体已经睁开眼了 那眼珠子在动 不停地用鼻子闻着 嘴巴还乱正 我那绝根筋的表弟一看自己媳妇眼睛睁开了 以为媳妇死而复生了 赶紧地用手想扶起自己媳妇的头 我看到这里大叫道 表弟 别伸手 你媳妇可能是诈尸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晚 只见棺材里的尸体早就张着嘴 等着了 当表弟的手一靠近 棺材里的尸体 一口死死地咬住表弟的手指头 表弟惨叫一声 然后在那里喊道 喊着娘 我是毛孩的爹 哎呦 你看起她松口 再咬 就咬破了 可是棺材里的弟妹 早就不是原来的弟妹了 现在的弟媳已经砸湿了 只见她如同野兽一样 死死地咬着表弟的手 然后拼命地吸着血 我看到这里 赶紧地往后拽表弟 当我帮着 把手指头拽出来一看呢 表弟的手指头 被弟妹的尸体 咬去了一截 鲜血直流 更可怕的 是棺材里的尸体 已经慢慢地坐起来了 只见她的双眼血红 那双眼睛像野兽一样 闪着射人 心魄的胸光 张着嘴 嘴里含着表弟的 半截手指头 嘴角流着血 用鼻子朝四周纹 山后嗷嗷地叫着 炸尸的叫声恐怖极了 如同锤子挣扎的野兽 又如同深山老鬼哭号 大伙一看 尸体砸湿了 吓得哭地喊娘 转身就跑 这是二指先生说 大伙别跑 大伙别跑 快 快找绳子 把尸体绑住 等尸体出了棺材 可就来不及了 第七十九集 可这时 大伙都被炸尸吓得不轻啊 谁敢上前 一个比一个能跑 一时间 有的跑出了大门 有的直接跑进了屋子 几个胆小的 直接在地上朝屋里爬着 在地上留下一片湿地 不用说 是腿肚子转睛 不会跑了 急得尿了裤子 我问二指先生说 先生 现在怎么办 二指先生说 我 我没有对付过僵尸 得 得回去 回去查一查 你先顶着 我回去 查书找东西 对付僵尸 说完之后 转身就 转身就朝门外 跑去 别看二指先生 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但跑起来 一蹦蹦的 比兔子都快啊 看样子 这个二指先生 就是一个混饭吃的主 除了知乎者也 没有啥本事的 二指先生跑了 院子里的人都跑了 此时我不能跑 因为师父当年教导我说 木匠也是术士 见到鬼怪 横行 不能坐视 不管 像尺子 木斗 都是祖师爷 留给我们 降妖除魔的宝贝 虽然手里 没有这些东西 但也不能逃跑 行尸 就像僵尸 有何僵尸不同 僵尸那是 埋入养尸地 死而不服 天长地久之后 有了灵气 成了害人的僵尸 那样的没有灵魂 没有意识 只会追逐鲜血 而行尸 是刚死不久的人 得了人或动物的气 或者 因为什么东西 附在尸体的身上 而成了行尸 不需要僵尸那样的过程 不过 不管是行尸 还是僵尸 他们都会 吸尸人的鲜血 我想把行尸 按到棺材里 然后用棺材钉 封住棺材 再想办法对付 这时的行尸 张着大嘴嚎叫着 伸着脑袋 死除 好像 寻找可以下口的人 表弟捏着自己的手指头 呆呆地望着行尸 他儿子藏在背后 这时 扎尸的头 转向表弟 死死地盯着他的手指头 用鼻子使劲地秀 我趁着机会 到了行尸身后 把手放在扎尸的肩膀上 将一下子 把扎尸按到棺材里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扎尸变得力大无穷 身子竟然一下子弹了起来 然后整个地从棺材里站起来 我当时就是一愣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行尸一回头 用手抓住我的衣服 然后张着大嘴 就朝我的脖子咬过来 我知道 只要被扎尸咬破血管 那可就没救了 于是我使劲地一推扎尸 我身上的衣服 当时就撕裂了 我趁机躲到一边 这时 扎尸从棺材里跳出来 口巢上仰着 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仰子十分的恐怖 我一看坏了 看来今天庄上 要引起一场杀戮了 我的工具都放在 休息的那户人家里 现在的形势力大无穷 我要是和他比利器 不但赢不了 还会被刑尸给咬死 我正想对付刑尸的办法 这个刑尸忽然从我表弟那里走去 这往前一走 忽然脚底下一半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我一看 正是他脚上的绊脚绳起了作用 这个死人绊脚绳 是老人传下来的规矩 老人们说 停尸期间 如果遇上打雷闪电 或猫从身子上跳过 死人会突然站起来 碰上什么东西 什么人就抓住死死的不放手 叫做死不丢手 非常吓人 还有 就是扎尸之后啊 捆着脚 可以防止尸体乱跑 看来老人们的规矩 还是有道理的呀 我赶紧地朝周围看 只见靠在墙上有一根哀杖 是柳木做成的 柳木乃是无鬼木之一 咱们这里都是用柳木做哀杖的 我拿起哀杖就朝着行尸砸去 我听到这里 好奇心起来了 想知道什么是无鬼木 于是呢 我就问刘木将 刘木将说 这个 无鬼木啊 分别是柳树 桑树 槐树 大叶阳 苦练 一般院子里 不在这五种树木 桑木同桑 在家里寓意不好 柳树 一般作为 隐魂藩和哀杖 杨树 风一挂花花作响 似有人拍手一般 所以 就有了前不摘怀 后不摘柳 远离不摘 鬼拍手的说法 至于苦练所结的果实 是苦果 欲着 主家吃苦 这 五种鬼木 并非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栽 想专门 练鬼道 烧香养鬼的人家 这五种树木 则为上品 我接着说那句行尸 摔在地上之后 我拿起哀杖 直接朝着行尸的头上砸去 这时我表弟大叫 不要砸 不要砸 那是我媳妇 是你的弟妹 我说了句 你糊涂 她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说完 我举起哀杖 继续朝着行尸的头砸去 可是手里的柳木 太细软了 对行尸 没有太大的伤害 我砸了几下 似乎是在给行尸脑痒痒 这时行尸 一下子翻过身子 看见我砸她 身子一弓 直接朝我扑过来 然后向前张着满是鲜血的大嘴 我吓得赶紧后退 行尸趁机从地上站起来 嗷嗷地叫着 伸着双手朝我扑过来 这回行尸学聪明 直接一蹦一蹦地朝我追过来 我赶紧地跑 院子不是很大 我只能围着棺材跑 跑了几圈之后 我发现行尸蹦得虽然快 可是拐弯很慢 这样一来 我心里有点了 引着行尸转了几圈 一扭身 朝表弟那里跑去 到了表弟的跟前 我骂道 你个缺祸 处在这里 等死啊 赶紧地跑 哪个不是你媳妇了 这时表弟的儿子 大叫着娘 然后竟然朝着行尸跑去 小孩不懂事啊 根本不知道行尸的厉害 我看到这里 赶紧地抱起小孩 然后拉起表弟 跑进了屋里 到屋里之后啊 我发现好多人都躲在屋里 打气都不敢出 眼巴巴地看着外 这时的行尸还在院子里 围着棺材转圈 我赶紧拴上屋门 对大伙说 大伙 想活命的 把能顶门的东西 都顶在门上 大家伙谁都想活命啊 拉过来 桌子椅子之类的 把门顶得死死的 然后都看着我 我这时成了那些人的主心骨 有人问我怎么办 我说 哎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种行尸到了晚上 会变得更加厉害 说不定啊 会闯进屋里面 咬人 咱们可得提前准备啊 大伙一听 当时就吓得不行了 几个女的直接吓哭了 那些人问我怎么办 我说 我们现在 没有对付行尸的黑驴蹄子 到时候啊 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 就这样 我们那些人 胆战心惊地躲在屋子里 看着外面不停嗷嗷叫的行尸 这时的天 渐渐地黑了 行尸也不再围着棺材转圈 只见那个行尸 先是仰着头 看着西面的天空 我一看 心中当时就是已经 想不到这行尸 居然在那里摆金星 欺收金星的杀气 金星 是天上最亮的星 带有俗杀之气 有了道行的僵尸 就会摆金星 吸收金星的俗杀之气 看来 这个行尸不简单 身子已经和做棺材的阴木 融在一起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行尸的眼里 必定会充满金星的杀气 要是这样 那行尸可就厉害了 我猜得果然没错 那行尸摆完金星之后 慢慢地把脸转过来 朝着我们所在的屋子 他的头发散乱 如同风魔一样 头发乱糟糟糟地披在头上 双眼变成了和猪杀一样的红色 闪着可怕的胸光 张着大嘴 嘴角流着血 嘴里发出极其惨烈的吼叫声 像是很多人临死之前 发出的吼叫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